我告诉你啊 很多人做凉拌土豆丝 直接下锅就焯水 那样做出来一点不爽脆 以后你就像我这么做 清脆又爽口 首先 土豆丝不要切得太细 只要粗细均匀就可以 水开倒入土豆丝 加一勺白醋 这才是爽脆的关键 烫个30秒后 捞出来用凉拌开过凉 沥干水分后 加干辣椒 蒜泥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有条件的放一点香菜 和18粒花生米 调味就更加的简单了 只需要倒入一小包 这个凉拌菜调味汁 它是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一大包里有四小包 平常你们在家里拌个凉菜 只需要倒入一小包 味道特别好 用我的右手 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凉拌土豆丝这样做 清脆爽口 香辣又过瘾 你也去做起来吧 马上遇到穿裙子的季节 老婆把晚餐 都换成这个蔬菜沙拉 比西餐厅的还好吃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碗中加生菜 紫甘蓝 剩驴果 黄瓜 再加点大虾和水煮蛋 补充蛋白质 灵魂就是这个滴卡沙拉酱 口感特别好 就是西餐厅蔬菜沙拉那个味道 平时随便拌个什么蔬菜 都非常的好吃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味道很浓郁 真的太适合这个夏天了